爹 娘 我不是让你写秀书吗 写好了吗 爹 我来 就是想请你收回成命 想都不想 我的命是周应救的 救命之恩 可以另外想方法报答 我已经离不开他 离不开 就他这样的丫头 人世上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只要他 他究竟有什么好 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 我只知道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会非常地充实 也非常地开心 如果我非要离他走呢 那我 就跟他一起走 但是 如果要和周应分开 我那个当时 没有醒过来 爹 我求你了 爹 娘 我知道我以前 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为了吴平 我愿意改 我愿意从此以后 修身养性 姐你们不要赶我走 我想和吴平在一起 你们快起来吧 你爹准了 起来吧 起来吧 谢谢娘 谢谢娘 谢谢爹 周应 你不要忘了 你答应过我和你爹 从今以后修身养性 娘 我一定做到 二位不令元首 救灾民于饥寒之时 解惊阳出危难之境 赵某 以父母官的身份 敬二位一杯薄酒 以表感谢之情 赵大人过奖了 都是举手之劳 赵大人过奖了 都是顺手牵羊 来 赵大人 其实你今天 不叫我们两个来吃饭 我也会登门拜访你 这是我的壮志 吴平拐卖我家丫头 人证物证俱全 还请赵大人 把那个丫头 归还于我们沈家 再定吴平 拐卖人口之罪 升堂 赵大人 这是误证 这是人证 再贴下一个人 那一个人 你也要走 你真是要走 那什么事 你打算 你等回啊 我 懂 你 你 现在吴沈两家对你争执不下 一个坚持要把你带回沈家 一个坚持不放 你是做何选择 赵大人 我嫁给吴聘 虽非明媒 但也是正娶 哪有分开的道理 但是你的卖身器还在沈家 卖身器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若将你 判回给沈家呢 无论赵大人怎么判 反正我就是死 也要跟着吴聘 既然如此 本官判定 周莹 随无家东远所有 周莹的身家银子 无聘立刻支付给沈家 共计白银十五两 赵大人 你这怎么判的案啊 你既然让我主持公道 这就是公道 他一个买来的武品 你们还搞官官相护啊 你就是贪赃枉法 我没有贪赃 但的确枉法 多谢赵大人主持公道 多谢赵大人 周莹 你今日既然来到这公堂之上 我有几句话 要劝告于你 赵大人请赐教 孔子曾说 男女行者别于图 孟子也曾立唱 男女授受不侵 我望你以后 检点言行 勿忘我将你判给吴家东院的苦心 赵大人 你说男女授受不侵 那夫妻呢 夫妻当然不在直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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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你说的 夫妻可以亲 这 大庆广众直下你你 退堂 退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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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